老公,人家訂了一間Villa哦 啊,又度假,不是要存錢買房嗎 我是訂了鳳凰Villa 哇,竟然有千坪花園 十五項休閒公社,回家就像度假耶 而且花園比房子還要大呢 還有我最愛的游泳池,耶 龍大營建,Villa生活 十年防水保固,二治三房 07-398-5555 鳳凰Villa 本節目由生鮮食材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据趨勢这样子读 我是K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維璇V 我们今天挑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这个神益局 每次讲到这个神益局我就想到神盾局这样子 那我也看太多 是是是 它的标题叫做 别看Chat GPT炒了火 人工智慧到底能不能赚钱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之前其实有约列谈过几次这样子的一个issue 因为科技大叔指AI应该有30年的历史 那有非常早期就经历过所谓的AI的热潮 到现在应该至少有三次吧 都是被炒得非常红火 然后后来又叠下来 大概有三次 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说这次的AI跟之前的AI的议题不太一样 它原因是因为我在30年前的时候 AI你想想看 那时候科技议题其实非常多 AI只是其中一个对不对 但那时候智慧手机也还没有 我们社群媒体也没有 大量的非常多的一些网络应用都还没有 处处是机会 那现在不太一样 我觉得科技圈走到一个瓶颈 你要真的问我 我想象不到三五年之内 还有什么样的新兴的科技议题 可以引领大家的风潮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AI跟以前很不一样 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那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也有人有不同的一些观点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开头他说几年前戏骨圈流传个笑话了 这个笑话在某种程度上 与现实是有关的 怎么说 他说的是如果你的初创企业 如果你名称里面有DOT AI的话 就可以给公司的估值后面加一个零 我们生鲜食材 DOT AI 早知道之前就应该有DOT AI 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概念 是 但现在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加一个零还不够 还可以再多加一个零 尤其是如果说你声称自己正在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话 但当然了 仅仅因为某个东西是有人工智慧驱动的 它并不意味着它就能赚大钱 到目前为止 生成式人工智慧当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过去几天互联网上流传的谣言 甚至于暗示 Open AI甚至于有可能会面临破产 快的话可能会在2024年 是那因为据说了 Open AI它每天的成本是70万美元 所以依照它现在的花钱速度 大概到2024年就要破产了 那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个谣言吗 首先呢 是Open AI的月访问量不仅没有出现指数成长 反而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 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并不认为Open AI会面临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 但是呢 他也不认为他们已经走出困境 那以下是他综合各方面的一些看法 第一点是 Open AI与这个深层式人工智慧 在财务上仍然有表现良好的 可能性的一些原因 像是编码 就是Coding 程式设计师 他是一个可靠的用力 就是Use Case使用情境 他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继续让深层式人工智慧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现在的程式设计师应该再也不会回头了 是 所以说呢 Open AI他可能已经赚到了几乎足以支付成本的钱 而且呢 他们在银行里面还有充裕的资金 说他们快要破产 其实是有点牵强附会 那在他们成本最大宗的是GPU伺服器的时间 微软呢 他很容易就可以提供更多的伺服器时间给Open AI 与换取更大的控制权 考虑到公司形象 以及对微软自身股价的影响 我觉得微软不会很快让Open AI破产 简单来说 白话说就是他有个富爸爸 富得流油的爸爸 大概这个概念 接着他说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大语言模型的一个运营成本 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这当然了 因为所需的硬体变得越来越便宜 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人们也会弄清楚 如何提高他们的效率 仍有可能会发现或完善一些 能带来可观利润的使用情境 比如说 借着GPT里的搜寻的现象 现在是有些不太稳定 但是如果有新的发现 这个情况可能会马上有所改善 是不是 是那第二个他的观察呢 是Open AI与生成是人工智慧 可能会面临财务困境的原因 首先是目前的收入似乎不大 也许大致在运营成本的范围内 但是没有超出这些成本太多 目前也还没有出现杀手级的应用 聊天室的搜索功能之外 运作也没有太好 但是投资者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接着他说 对于某些使用情境来说 比方说像是一边写高效 但是非常乏味的文案 这个我们都去尝试过 对不对 这个新颖性可能是越来越消失了 用户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坚持长期的订阅 大多数基础技术 它都很容易被理解 而且很大程度也很容易被复制 现在还不清楚 Open AI是否能够拥有持久的护城河 能够将竞争对手拒之门外 那因为刚刚科技道士有提到 这个底层技术它目前还没有太稳定 因此它很难设计成可靠的产品 对于任何给定的问题 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预测 大语言模型能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我们现在知道的答案 甚至可以在一个月后发生变化 那这会导致将大语言模型 集成到复杂系统的第三方工程 成为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而在某些关键任务的案例中 这样的工程挑战可能是没有办法被克服的 对 我觉得这个文章有点比较小看的AI这个issue 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先假设AI会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现象 那我觉得Open AI搞不好只是一个起点 你不能用它来看所有的情况 是不是 那有些人如果搭着这个热潮 它技术更好 搞不好可以推出更好的solution 我们在讲的是更长远的 更长远的那个效益 未必是只看Open AI一家的兴衰 对不对 只要这个需求这个趋势仍然存在的话 我觉得搞不好有更棒的一个solution出现 也不一定了 我们是认为这个solution会是生生不绝的 到不见得一定认为是Open AI这家公司 没有错吧 是 而且像这种生成式人工智慧 其实现在看到蛮多2B跟2C段的应用 2C像是我们这些市井小民 偶尔用它来确认一下问题的逻辑 编排一下文章的顺序 那我也看到蛮多 像最近查了很多国外的网站 非常的tricky的是 就是我就是看文章进去的嘛 那我当然是在Google的搜寻链问了一个问题 就点进网站A之后 它出现感觉起来是内前式的Track GPT的页面 它用Track GPT回答了问题 可是那个网站并不属于Open AI 于是第三方其实现在蛮大量的在使用这样子的生成式AI工具 来辅助我们这些user去找到我们想要问题的答案 是 对 我是觉得科技趋势的判断可能不是靠自己的感觉 当然我们的被子是长期观察数位趋势 我们所衍生出来的前面讲的那个小小的结论 是现在大家走到困境了 那你这个像是AR VR 甚至于是Apple所推出的Vision Pro 起码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什么样非常大的风潮 那元宇宙现在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不晓得了 短期来看 它困境能够持续多久 我就觉得这个AI会持续多久 大概是这样觉得 如果你没有其他新的题目做的话 AI还是一个会让可长可久的题目 我们是从这个观点来看 是不是 是 好 以上对我们播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可以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 我会学习VV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